第一千九百八十四集 那现在呢 叶好轩问 现在 谢春雨回过头 他盯着叶好轩 突然他笑 现在你心里清楚 狱长的势力 其实已经早就土崩瓦解了 所以现在的乱象 他根本无力控制 而那些动乱的人 可能已经看清楚了 现在的局势 他们已经知道狱长 控制不了局面了 所以他们变本加厉 局面是越来越严重 对 但这跟我来找你 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上船瞎跳的 无非都是一些小人物罢了 真正的高手都在看局势 等待时机 看什么局势 等待什么时机 叶好轩乃着性子问 说真的 他不太喜欢这家伙 装腔做事的样子 哈哈哈哈 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强者掌控的 从来都不会改变 他们在等待一个强者 一个能控制局面的强者 哦 我承认 你说的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他们是被奴役灌了 所以他们不敢有自己的想法 也不敢有自己的行动 真是可笑 他们可是号称 进壁之地的强者 但是他们却还不如一些普通人 真的有点对不起 他们这个强者 这个称号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哈哈哈哈 你说的这句话没错 是的 他们是被奴役灌了 这也亏得豫长之前镇压的手段 说真的 每年都有人想从这个地方逃出去 但是等待他们的是血腥的镇压 每年如此 如同轮回一般 谢淳宇哈哈大笑 他回过头来看着叶好轩 叶好轩 轩你一句 守守吧 这个地方是离不开的 没有人能从这个地方离开 可是 我就是想试一下 没别的 就因为现实世界里 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 我所亲所爱之人都在等着 所以我不可能在这里待太长时间的 我觉得我在这里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 这是规矩 是天道 而且 这里通往现实世界的通道 出现的几率是越来越少 通道口也是越来越小了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这个地方就会彻底地与外界隔绝了 而且就算是你强行地回到现实世界里 你也会遇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相信你绝对不想面对那些事情 所以叶好轩 放手吧 谢春雨这一次是很认真的 在跟叶好轩讲话 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叶好轩看了谢春雨一眼 告诉我 如果我强行从这里出去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话又说回来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 好吧 你不告诉我 那我只好自己去寻找答案了 叶好轩点点头 他站起来 我来这里也没别的意思 拜访你一下 如果没事 我可就先走了 你要走 谢春雨微微地一愣 他诧异地看着叶好轩 我 我没听错吧 你要一个人走 你没有打算带着我离开这里 说一个我带着你离开的理由 因为我在民众中的声望尚可 现在豫长已经是确定回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 我才是镇压这一切 让这一切动乱结束的根本 你带着我回去 我保证让禁闭之地安静下来 那你的意思是 你要回去执掌大局 叶好轩冷了冷 这家伙的脑回来我还真的是奇葩呀 难道不是吗 我是这三大创始人之一 现在苍狼已死 豫章下落不明 只有我才能管得了他们 你带着我会省很多事的 抱歉 我还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叶好轩笑了 他淡淡地说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一下关于禁闭之地的秘密的 但是你不说 我这个人也不想强人所难 但是我真的没有带你离开这里 让你掌控大局的意思 我辛苦地策划出来这一切 好不容易让这禁闭之地动荡了起来 然后我再请你出去执掌大局 你看我是不是有病 哼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真的 叶好轩 我不骗你 你真的离不开这里 所以你还是安安分分地 待在这禁闭之地吧 我保证 你会比现实世界里面更加的有权势 在这里可是一个王国呀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没时间跟你在这里磨 本来我以为你这里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对付我 但是现在看来 我错了 你已经是一个废人 你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废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诗诗 谢春雨怒了 他指着叶好轩吼道 是我 是我创造了这个世界 哦 这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 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创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我被人抓到了这里来 叶好轩 你何必这么执迷不悟呢 谢春雨盯着叶好轩 他咬牙切齿的说 总之 你想从这里离开是不可能的 你要拥护我才行 我没这个意思 别忘了 我来这里之前 你只是一个一辈子都下不了床的残匪 是我救了你 是我让你站了起来 如果没有我 你现在还在轮椅上等死呢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也别太把自己看得高大伤了 真的 没有任何意义 叶好轩笑了笑 他转过身去 不再理会谢春雨 他觉得跟这个家伙纠缠 没有什么意思 你必须带着他走 李谦一闪身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看着叶好轩道 谢春雨一无是处 但是掌控着如何从禁闭之地离开的秘密 只有他才有方法离开这 李谦 你闭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谢春雨的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李谦居然会背叛他 你说的是真的 叶好轩有些诧异地回过头 他笑了笑 那就真的不能放任这家伙离开了 我刚才差点错过了 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啊 这种人 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他手里的秘密很多 因为之前从信实世界 弄过来的科学家 都是要听他的号令的 所以他有这个世界的太多秘密 你不能就这样放了他 是吗 那感情好 叶好轩咧嘴笑了 他回过头来看着谢春雨 那我得好好地盘问他一番了 让他把所有的秘密都吐出来 你 你想干什么 看着叶好轩不怀好意的目光 谢春雨向后退了两步 他一掌按在了一个按钮上 铃声大作 这是警报的铃声 谢春雨的势力就算是最差的了 但他毕竟算是三大创始人之一 所以他的安全还是能得到保障的 只是他的权力被预长架空了而已 他这铃声一按 马上就会有保镖跑过来 把他给呼起来的 但是这一次 铃声按了大半天了 依旧还是没有人上来呼他 人呐 人呐 来人呐 快来人呐 谢春雨疯狂地吼叫了起来 他死命地按着那个按钮 但是依旧没有人上来呼他 你不用白费力气了 真的 你觉得我是怎么到你这里来的 你 你是怎么来的 谢春雨有些疑惑地看着叶好轩 我是一路杀上来的呀 你的那些保镖们看起来都很厉害 但是事实上 他们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人 真的是不堪一击 所以 你认命吧 不 这不可能 谢春雨这才紧张了起来 他这种人 也是高高在上官 思维发生了变化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得听他的 就算是叶好轩掌控了大局 也得把他给供起来 认命吧 这就是事实 谢春雨 我也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把这里的秘密全部告诉我 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 我就放了你 谢春雨突然笑 他笑得有些张广 也有些激动 他激动地挥舞着拳头对叶好轩大声吼道 你真是个傻子 如果有离开这里的方法 你以为我真的不会离开这里吗 我说了 这精密之地就是一个牢笼 只要进了这里 就再也无法离开了 可是你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 我不信 你的话 我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叶好轩他转身吩咐他 进来吧 把这家伙给抓起来 周末一番 务必要从他的嘴里 把所有的秘密都问出来 嘿嘿嘿 老板 你放心吧 我在特勤局的时候 搞的就是审讯 我有无数种方法 能让这家伙把所有的秘密 都给吐出来 门被撞开了 铁头里带着一帮人赶过来 记住 用最快的速度 嘿 还保证完成任务 铁头里一点头 他转过身 看向谢春雨的目光 就有些不怀好意气 叶好轩没有在这里待多久 他把这里的一切交给李倩 毕竟他跟着谢春雨的 时间久了 所以说一些别人 不知道的事情 他都清楚 料理完了这里的事情以后 他便回去了 在那间密室里面 妖姬依旧在苦苦地 和叶好轩的急行针 抵抗着 他咬着嘴唇 他的嘴唇满是心 叶好轩的药不错 让他身上的伤在 最短的时间恢复 但是叶好轩随即 给他用上了急行针 这种针法 比起刚刚 他所受的痛苦来 要痛上千倍万倍都不止 本来之前审讯 折磨他的几个人 现在听到他在审讯室中 一声声的哀号 所有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丝恐惧的身色 他们不知道叶好轩 到底施展了什么手段 居然让这个被沾了盐水抽 都不哼一声的女人 痛苦成这样 突然 室内没有声音了 几个人面面相去 他们打算进去看看的时候 叶好轩进来了 他怎么样了 叶好轩问他 老板 刚刚在惨叫 但是现在没事呢 我们正打算进去看看呢 一个人恭敬地回答 好了 这里交给我 你们下去休息吧 是 几个人微微地一躬身 然后走了下去 推开门 叶好轩走到了审讯室里面 现在的审讯室里面 可以说那是狼藉一片了 腰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他在瑟瑟发抖着 现在是急行针的暂停阶段 他才得以喘息 急行针一旦施展 除非失真者进行干预 否则的话不可能停得下来的 现在的腰肌几乎被折磨得不仁不轨的 他从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折磨人的手段 他也太高估他自己的耐力了 他觉得自己能扛得过这急行针的刑法 但是现在他才发现 他可能扛不过去 怎么样 还好吧 如果你能扛的话我接着出去 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第四阶段了 如果再加一阶段 就算是我及时出手 恐怕也挽回不了 请问一下 谢谢大家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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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绍一开始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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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以任何 应该 会